在我们挑战不可能过去两季的舞台上 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 除了我们的挑战项目 还有很多大家平时难以见到的 超级的挑战道具 我可以告诉各位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 此刻摆在舞台上的道具 就是绝对震撼 这些道具 可以说记录的是一个城市的变迁 现在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是 21件非常珍贵的 关于香港这座城市场景的微缩模型 这21件模型 是由香港10名著名的 微缩模型手工大师 清理协作 从一开始的实地考察 收集素材 到最后制作完成 前后一共花了10年的时间 21件作品 是这些作者心目当中 他们觉得最能代表 香港这个城市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一个 跨时代的缩影的场景 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 制作这些作品的 微缩模型艺术家当中的两位 请他们给大家讲述一下 这些微缩模型背后的故事 掌声欢迎蔡碧龙 何国天 有请两位 两位舞台中间请 您好 您好 二十一件作品 两位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你们印象最深的作品有哪些 就是这个报纸档是我跟茶楼一起做的 这个是香港蛮有特色的 书报亭我们叫 在六四十年代香港要买报纸杂志很方便 就找到茶楼酒家外边边也有一个报摊 一件报纸档里面有两百多种报纸杂志 饮茶前买份报纸再探一种两件当年是最债配达 这个茶楼酒家都搬进商场 爆摊已被临近的便衣店取代 其实这种报庭现在香港还有 对我们经过很多马路它还会有 通常都是在茶楼酒家外面的 但是现在比较小了 它可能会很快的消失 这些很快要消失 很少在有人说打公用电话 糖茶 放电影的 为什么里面那个电视机会放电视 你看你看在放老电影 它的电视是有内容的 那里面的电视是可以放的 生活破人 你怎么做的这么小个电视 它特别为香港20周年一个展览做的 我们发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香港本来是一个小渔村 里面是为数不多 还能够保留住老香港感觉的地方 也因为它是进入香港的主要预口 所以它是我们迎客的大门 你们看从里面这个地方 看这个美丽的维多利亚港 好像今天现成这个报警一样 谢谢 谢谢 我听说这个作品是在全世界各地也经过巡展 是啊 每到一处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 如果对这个城市有印象 那每一个场景都会激起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去过好多次香港是因为工作 有好几次是奥运会结束之后 所有的金牌获得者都要去香港和澳门做一场联欢会 对对对 防港也是当时非常轰动的 所以不断地还有新的素材 未来可能会成为你们的灵感 一定 谢谢你们的匠心 谢谢你们的灵感 谢谢你们的灵感 过去的记忆 现在的印象和对未来的期许 那么今天我们的挑战 就跟这21件微缩作品有关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请出我们今天的挑战者出场 大家好 我是方智杰 34岁来自香港 欢迎您 请问您今天来是要挑战一个什么样的领域 今天是对我记忆力的一个挑战 我要用我的大脑 记住一起 不回放过任何一个世界 记忆力 对 所以您的专长是跟记忆有关吗 对 我是2011年世界级锦标下的 其中一个记忆大师 世界级的记忆大师 在我们舞台上记忆大师很多呀 你可以记各种东西 比如说 记我们现场的21个微缩模型的 某一个细节 请听挑战规则 挑战者将对21件香港印象的微缩模型进行记忆 评委们将挑选出三件目标作品 由专业摄影师对作品进行拍照 然后进行特殊处理 挑战者需要根据处理过的图像 找到对应作品 三件作品当中 正确找出两件即为挑战成功 为了节省我们今天现场挑战的时间 我们开场前已经让选手对这些作品 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观察和记忆 那么现在我们在现场 给挑战者15分钟的复役的时间 让您恢复这个记忆 在三个小时里面 要记住21个作品 而且每一个作品也有过百个不同的部件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我要记住那么大的信息量 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是有特殊的训练 跟特殊的天才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 我以前记的是一些数字 我们自己的一些平面的东西 可是现在去记的是立体的 是一些3D摸饼 是一个对我来说 跟个男女去看的 时间到 好 我们的挑战者用了15分钟时间 对他之前三个小时的记忆 再一次重温了一遍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挑战者 戴上眼罩和耳机 科学挑战者在现场 可能采集到的其他信息 好 接下来四位评委 开始上台挑选你们的作品 四位评委将挑选三件目标作品 由专业摄影师对作品进行拍照 然后将拍摄完的照片 上传到触摸品中 评委们将依次在触摸屏上 对自己选择的作品照片 进行三倍的放大 宣出一个长和宽 各五厘米的局部区域 再进行萧色处理 使目标图像变成黑白色 你是觉得这个简单吗 哇 哇 它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 我选的是这一张 哇 放大 模糊处理 再加上一把颜色消掉以后 完全就看不出来 哇 好的 谢谢 我们三张照片都已经处理完毕 有请挑战助理为挑战者摘下眼罩和耳机 方先生 久等了 您先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大概几个了 但是就八十左右吧 所以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可以开始 可以了吗 可以 好 接下来我宣布 挑战 开始 在方先生观察和记忆的过程中 我们要保持安静 谢谢各位 我看见第一张照片的时候 被我想象中更加模糊 更加难去看的 黑色的部分 在那很多 白色的地方真的很少 那个信息量是非常的少 三个小时的记忆 二十一个作品 每个作品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一个作品给我三个小时都不够 而且你别看有的作品 看着像小 就一个盒子 但它里面细节多 所以很难 再加上我们这又是特殊处理过的局部 更是难上加难 二十一件 极精细的微缩模型 上千个不同场景的部件 评为选出的局部图片 通过放大肖色处理后 成为常人眼中 难以分辨的模糊图形 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内 要记忆如此庞杂的物件细节 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家门给我的题 这个平面的胶盘 而且这个颜色 也退掉 这么小的信息 给我去找不同的作品 是非常困难的 天啊 在二十一个场景里面 有很多场景也是有人的嘛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要从那么多的人去回忆 你一个人的角色 也是非常困难 这个我觉得很难 这个很难 这太难了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方子杰挑战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近半小时 三张难以辨认的图片 消耗了他大量的脑力 二十一个地点名牌 若干个记忆混淆的部件细节 方子杰能否准确找出 最终的目标答案呢 他已经头疼了 居然去回忆 每一个我可以回忆得到的世界 我越去想 就越去想得不清楚 真的非常的头疼 时间短了 讯息量少 不可能嘛 点兵点将点到哪吒 好 挑战者将三个答案 全部放在了 挑战助理的托盘上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把挑战者的答案 放入验证架 我们也再次掌声 有请挑战者回到场中间 凭你刚才的记忆 你觉得哪一道题是最难的 第一都听 稍后我会告诉你是 哪个评委出的这一题 好 我们已经把方先生的 选出的三个答案 分别插入到了验证板 对应的目标下方 既然方先生认为 第一道题是最难的 我们不妨把它放到最后来揭晓 好不好 压轴压轴 对 我们先揭晓第三个目标 请看答案三 第一个字 唐 方先生的答案 第一个字 对的 我觉得是对的 距离不对啊 唐 中间是空白 三个小时的记忆 二十一个作品 每个作品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一个作品给我三个小时都不够 这太难了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答案三 非常准确 唐楼 接下来我们来验证答案二 只要再对一个 挑战就成功了 这次我们先看方先生的答案 大 压力大 最后 大 yes 先别着急 大字开头的 这带大字的有好几个 大排档啊 什么大 大闸蟹的 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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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五 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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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方子杰挑战成功 天 天 不看了吧 好不好 哈哈哈 最后一个不看了吧 你猜这道题谁出的 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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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我是可能出那个题 但是今天不是他 不是他 不是不是他错了 揭晓以后我告诉他 好 出题那位评委 你还记得是哪个吧 哈哈哈 真的不看 因为我感觉是应该是错的 啊 还没出来耶 不对 哎哎 对了对了 不对不对不对 好像不对 哎 距离不对啊 距离不对 对了 对了 哇 全部上去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道题是董卿评委出的 是吗 但是他真不是故意的 他一开始觉得那个可能有一个柱子的花案 他还觉得挺简单 但结果没想到模糊处理 再加上一把颜色消掉以后 完全就看不出来了 但是 记忆大师果然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非同凡响 在第一道题里面花费了最多的时间是吗 第一道题 我有想到好几个 我只能够把不可能的好几个去排除 他用排除法 嗯 这个有另外一个也很上次的 嗯 西极区只有一边有这个难为难 可是唐楼另外一边也是有的 所以最后也是算这个唐楼 香港的场景里面 这里面有哪个场景对你来讲 你是特别喜欢的吗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龙峰大礼堂 哦 大礼堂 我在小时候我奶奶每年过上月的时候 我们家也会到这种厅堂 去办这个寿宴 我的家一百多人聚在一起 一百多人 一百多个人啊 对 你们是个大家族啊 是啊 虽然现在奶奶不在了 可是我看见这个大礼堂的时候 也会想到当时那种幸福的感觉的 嗯 餐厅一说起来就会有记忆 对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个二十一景里面有很多 都是和吃有关的地方 可能我们每个人想到自己家乡的时候 我一下就想到 我大概三四岁的时候 我包包牵着我的手 跟我哥哥带我们去吃早茶 大人在他那边谈天啊 嗯 我们他就跟我点个血黄包 血黄包 所以我一辈子就记着血黄包 最爱了 后来出国了很久啊 到美国求学啊 每次就想到 所以我第一次回国1985年 他们说怎么招待 我说要血黄包 李博是吃的不是谢 是回忆 是同意啊 对 是一个份感情啊 对 我的童年回忆啊 就是 大家应该有听过永和豆浆吧 对啊 有没有听过 对对对 我就住在那里 永和 所以永和豆浆是因为那个地方 产生的这个名字 真正的永和豆浆有一股炭烧味 嗯 有的人会不习惯 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后来长大了 我只要喝豆浆 我一定去找有炭烧味的 可是现在越来越少了 我最深刻的记忆 那个东西现在没有了 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 推着自行车卖棒冰的 雪糕 它是木头箱子 冰窗 然后木头箱子翻开里面 是棉被 被火盖着 盖着里面的 跟跟个棒冰 他要拿那个大木板要敲的 敲的那个声音就 啪啪啪啪 啪啪 绑冰 然后呢 我拿个两毛五 买五根 回家 然后小朋友一分 一说起来各自生活的城市 我们滔滔不绝 方子杰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你的记忆当中 香港最美的地方在哪里 在我记忆当中 我觉得香港最美的就是 现在带屏幕这个维多利亚港 因为今年我们的航母 就是停在维多利亚港 这个停了我们航母的维多利亚港 多了一份不一样的名 我曾经在那里 10月1号的晚上 维多利亚港燃放起了烟花 美极了 我当时心里很有感触 因为10月1号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维多利亚港 我看到了最美丽的烟花 我一生到过香港很多次 几十年来 我看香港的转变 最近回到香港 我觉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面 比以前更烦恶了 不知道方先生作为一个香港市民 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相信 香港在将来 会给我更加多 深时代的记忆 感受澳大桥通车了 香港 珠海 跟这个澳门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大湾区 也快也通车了 去那一地就更加方便 更加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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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方先生 带来的这个挑战真的很有意义 一方面是让我们见识了 记忆大师超强的本领 还有一方面是通过这21件 微缩模型作品 让我们一起回顾了香港 可以说是过去近百年的一个变迁时 所以对于方子杰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们的答案是 能 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拜拜 哇 终于松了一口气啊 201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更多的20年里 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一颗更加璀璨的东方蜘蛛 也一定会给更多的人留下更美好的香港记忆